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478章 第三大神器出世 小香香崇拜地看着方启帆 想不到少爷还能哄孩子 真是个有爱心的人 方小帆一面使出吃奶的劲瞬息着 大大眼睛张开 直直地看着方启帆 方启帆与他大眼瞪小眼 不禁说 小香香啊 你说他长得像谁啊 这还要说 小香香说 当然像老爷 方启帆摇头说 你没有说真心话 小香香脆声声地说 像少爷 我也就立高些像 方启帆说 将来定会出落成一个似你这样的美人 这纯属商业互吹 小香香立即说 也会像少爷一样好看 方启帆点头 那是当然 一会儿功夫 弥鲁便来了 急匆匆的样子 见方启帆正抱着方小帆 说 回来迟了 不妨试 方启帆摇头 却不知如何称呼他 其实他很想称呼他做阿姨的 可怕挨打 所以就算了 弥鲁接过了孩子 那孩子还伸出嫩嫩的小手 拼命想抱住方启帆的手指 结果见方启帆将手指收了 顿时受了一万吨伤害一般 哇的一声便哭了 弥鲁连忙哄着 看了方启帆一眼 方启帆朝方小帆傻乐 笨蛋 这是手指啊 这孩子智商一定有所欠缺 这样也能骗 弥鲁咳嗽着 启帆 待会儿我有话和你说 方启帆说 无妨 现在说也可以 现在不可以 弥鲁说 孩子饿了 哦 方启帆恍然大悟 一拍脑门 一溜烟就跑了 等过了一会儿 心满意足的方小帆 已经陷入熟睡 小香香极有耐心的抱着他 低声嗷嗷的哄着 方启帆取而复返 弥鲁看了方启帆一眼 感慨说 我这几日时常出去 见了许多命夫 他们都夸你是好孩子 是吗 方启帆乐了 不知你何时入宫啊 弥鲁对这个女子并不太感冒 而是说 明日便入宫 那我去准备礼物 方启帆对这个倒很在行 弥鲁却是摇头了 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方启帆心里憋得慌 这个心中为何有些发毛呢 却又不便多问 弥鲁似乎看出了方启帆的心思 说 你放心便是 用你们的话来说 我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呃 方启帆觉得 这个用词怪怪的 弥鲁又说 你的父亲和我 这两年在贵州推广红薯以及土豆 已经颇有成效了 接下来便是改土归流 你父亲希望贵州能成为西南中省的典范 贵州的事办妥了 那么云南广西乃是弘广中地的土人 一行同此利 如此他也算是对得住大明皇帝了 方启帆心里感慨 原来自己的爹在贵州不只是心思花在制造方晓帆身上 还是办了事的 弥鲁又说 只要西南诸盛一定 那么你的父亲便希望完成方家先祖魏晋之业 方启帆不明所以地说 什么 这几年 安南大雨成灾 留民无数 安南国王名为大明臣子 可他们在西洋却以安南皇帝自去 并自改动年号历法 这些你是知道的吗 方启帆摇了摇头 不过私自改动年号和历法可不是好事 在这个时期 这一心同于叛乱了 譬如朝鲜国 向大明称臣 因而他们的年号也是和大明相同的 大明是洪治十四年 朝鲜国所沿用的年号也是洪治十四年 朝鲜国的一切诏书以及官方的公文往来都采用洪治的年号 乃至于到了明朝灭亡之后 朝鲜李朝依旧视满清为犬阳遗笛 私下称清帝为胡华 称清史为卢史 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 一些内部公文 包括王林 宗庙 文庙 迹象著文 仍用崇祯年号 官方如此 至于私人著书直到清末 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 以至竟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念 安南的做法 颇有点上朝鲜国对待满清的态度 除了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 用的仍是洪志年号 而孙下李却关起门来 自己做了皇帝 这等事 想来朝中不是没有人知道 只不过 有了当年文皇帝争安南的前车之箭 隐而不发罢了 弥鲁说 方家的先祖当初便曾入安南 为文皇帝争讨 最终却是煞雨而归 而今这安南国阳奉阴为 在贵州边镇的州县 也与我们摩擦不断 七国灾害连年 百姓亦是困苦 你的父亲极力推广红薯和土豆 就是为那一刻做准备 方几帆不得不感慨 自己的爹 还是很有几分雄心壮志的呀 弥鲁说 此番我来京 便是带你的父亲 给你传句话 有些话在书信里不便说 安南国迟早要酿生冲突的 上次你的书信里说 有一部兵书专是操练水兵 爷儿请你带去 方济帆说 这是区区小事 我过几日便命人送去 老爹对自己还是很信任的 方济帆想了想又说 你的身份有些特殊啊 明日要入宫 极有可能见到陛下 陛下对你尚有疑虑 尼鲁则信心满满地微笑 说 这倒不妨是 我自会处理 这口气 竟有男子的好气啊 方济帆的心里 一直在想着安南的事情 老方家 是有历史的呀 正因为有历史 所以 好像筹果比较多 延续下来诸多历史使命 譬如方济帆的爷爷的爷爷 就从在安南吃过亏 因为皇帝下旨要撤出安南 重新接纳安南为藩国 那位先祖不得不带着一群 住在安南 与安南贼人 熬战了数年的老兄弟 煞鱼而归 回来之后 据说气得吃不下饭 没有多久呢 就一遇而终了 又譬如 自己的爷爷在图木堡之边大败 乃至于他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到现在还是一桩疑案 方家的命运 和大明朝是一体的 开国的时候 方家如大明一般威风凛凛 横扫墨背 静难时 方家抱住文皇帝大腿 死都不撒手 挣了个伯爵 等到了征安南 方家带兵出击 与安南人死战 与无数熏贵门一样 在安南围剿附近深山的土人叛贼 此后图木堡 也与大明一起保守屈辱 所以父亲有这个心思 便一丁点都不奇怪了 方启凡自然是支持方景龙的 很快就派人送出了兵书 其实七家军的兵法应用很广泛 并不只是局限于海战 在秦极光死后许多年 这支军队曾在朝鲜国 击败入侵朝鲜的日军 也曾在辽东与达达人决战 依旧不是百战强兵的本色 忙完了这些 除了偶尔用手指去假装奶孩子之外 方启凡便一门心思 分解徐京自信仰所带来的种子 种子有数百种之多 有些方启凡能叫出名字 有些叫不出 可其中有一样东西 却令方启凡觉得意外有惊喜 竟是玉米 玉米在后世 也是最重要的主粮之一 这东西适合在北方种吃了 其最大特点在于 不必金庚细作 也不必花费太多功夫进行照顾 实施懒人必备之物 且其产量不低 一旦推广开 这红薯土豆玉米稻米麦子五大粮作物 便算是凑齐了 不但是整个大明饮食更加丰富 而且许多不适合种植其他种作物的土地 也可以利用起来 尤其是在辽东和内蒙一行 这玉米也是可以种植的 最重要的是 这玉米含有丰富的淀粉 不但可以作为主食 还可将其制糖 在大明糖是很值钱的 尤其是精炼果的糖 价格高昂 而糖还有人体所必须的热量 是人体热能的主要来源 一见恩师对这玉米有兴趣 徐晶也是很高兴 笑吟吟地说 恩师啊 这是爪哇所寻到的 也不知弗朗基人是何处带来的 他们似乎想尝试着在爪哇进行种植 所以带来不少的粮种 听说学生在重金收购种子 许多人纷纷拿来卖 学生见这东西稀罕 而且能吃 就因此收购了不少 方济帆就像看到宝贝一样 看着玉米种子 乐呵呵地说 感得好 他将种子分门别类之后 接着让人给张信送了去 现在的张信 也对作物有了极深刻的了解 即便是方济帆除了有点先轻者的经验之外 怕是谈进农事 给张信提鞋都不配了 这些玉米种子也不必交代 方济帆深信 张信能很快将其种植出来 分析出他的特点 而有了玉米 那么辽东和大漠配上土豆 取又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了 很是令人期待啊 至于其他的种子 方济帆其实所知不多 他毕竟不是植物学家 也非农学家 不过凭着前世吃货的经验 对主要的农作物有一些耳闻而已 一切让张信去种种试试看吧 种子或许方济帆分不清楚 可是一旦结了果子 方济帆还是认他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自尽